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不是把这个面线才加上 然后淡一点 然后再浓 再加一点浓 它就稍微好一点 也有水银 这个圈子水银很厉害的 你看这样的 它就比较勇一点 名字都无所谓 一笔下去就成了 不能够画了 够画就不要够画了 够画够画了就糟糕了 够画就要很简练 很明快 你抹来抹去像书描样的话 我加了一次 再加一次 那写一块不干这样 写一块就要很透明 你看你等会我画完了 我画完了就很简单了 不要复杂了 要复杂的话就腻了 就小气了 中国话就要讲就大方 大方 大气 跟那个还要简单 好方 简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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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叫淡墨 墨 这容易化开 比那个颜色 化开那里有浓浓的 很有味道 这个就是自己掌握了 你根据这个对象 根据这个对象 比如说头发旁边吧 绒一点 它不会那么薄薄一片 它等于啊 这里又是影影 又是头发的那个虚的头发 什么都不要写进去 是这样的 它不是用一根一根画出来 就像它画出来 你看那个毛浓浓的感觉就出来了 所以这个由你定 你愿意毛一点 就是容易一点 知道吧 这个颜色啊 简单一点还蛮好 这样红红绿绿的好看吗 小姑娘就是这样 小姑娘也打扮了嘛 就这样 很有银剪味的 这里啊 本来也可以画颜色 但是不画 不不要 你如果这里啊 花开太多了 你就这样摁一下 把它吸掉 把这个水吸掉它就不跑了 跑进去一点不要紧了 你颜色上也行 不上也行 不上那这个墨色很单纯 颜色就集中在这儿 要上了嘛 这个花少一点 所以这个就是 你再拿一张白纸来撑着就好看了 这花完了 现在 就那么一点就行了 你花多了以后啊 反而死反了 你知道吧 好 你看灯火你用 山北姑娘 山北姑娘啊 多好看啊 姑娘啊 水和雨 и 点 五月 五月 十七 五月 五月 十七 暗 一路了 你看ets at the beauty of the Buddha 亮得很 颜色特别亮 消除不出来 很亮的 这样就很透明的 不要颜色多数度画满 写生的话适当颜色多一点 画的细致也画像 但是画画表演的话就不要颜色太满 这样子很透明 像玉 像玉石那个特别亮 颜色特别亮 对吧 这个我不会听 现在我们这个时间就都到时为止了 就非常感谢刘教授 他就做这个很珍贵的时间来表演 我们示范你们看 非常感谢玉石 大家